有关一股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张玉凤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当时我们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目前处于新一轮的这个复苏的一个起点 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还需要政策的强化 所以即将召开的两会就成为市场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你预计今年的这个两会会不会有一些超预期的政策出台 那你预计今年的两会会不会带来哪一些领域的一个投资机会 首先我们对于目前经济的判断应该是比较清醒客观的 所以对于未来整个政策的落地应该还是可以抱以一定的期待 而这种期待实际上对于整体的经济都将构成一种利好 如果说其中的重点的话恐怕对于内需的重视 应该是在我们市场上也得到相应的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那么内需如果能够稳定恢复 应该说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将构成最为积极的一种影响 同时对于其他行业以及其他方面呢 我们相信也会有更多的政策来出台 从经济结构的转型方面 那么一些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当中 未来具有高成长性的行业应该也会得到市场整体的重视 是那么另外今天呢是A股2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虽然指数走出了一个深V的一个走势 但两市成交大概只有近7500亿元的水平 那么总结整个2月份 互指的走势相对比较坚挺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有效的收复3300点大关 那更别提这个创业板指数呢 整个2月份累计下跌5.8% 那您预计进入3月份互强深入的这种格局 是不是还会持续下去 我们认为在3月份呢 整体市场互视和深层值都会呈现出一定的表现 尤其是双创的指数在经历了充分的调整之后 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 这主要基于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呢 目前产生的这种变化呢 更多的是基于在前期涨幅的一种正常的技术调整 我们知道在1月份 整体互指的涨幅是达到将近6%的水平 而创业板指的涨幅甚至一度将近10% 那么所以呢 在2月份产生一定的调整 也属于技术上的一种正常的调整 而在进入3月份之后 经历了充分调整的创业板指 我们相信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同时互指方面随着年报以及一季报的逐步公布 一些蓝走股的估值 目前还是被一个低估的状态 所以整体蓝走股会带动护指 也会走得相对稳健 所以我们刚回顾整个2月份 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风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热点板块的轮动非常的快 那么大盘股呢 似乎受到侵略特别是全面注册制的这个落地之后呢 对于大盘股的表现有明显受到资金追捧的一个现象 那就像您说的成长股它可能还是在一个叙事的一个过程 但是就像您说的这个老的一些赛道股可能还在调整 但是新的一些概念 比如像CHECKGPT等等 都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 所以踏入3月份投资者的布局方面 你会给出什么的建议 我们觉得进入3月份应该从两条主线来抓好市场的布局机会 那么一方面呢 进入3月份 我们知道年报 以及未来的4月份的一季报将全部的公布 那么在这其中呢 应该首先蕴含着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么尤其我们知道 因为特殊的原因 我们去年的年报最后的阶段 以及今年的一季度 在环比的数据上 或许在上市公司方面会有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 所以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建议大家更加去关注一季报和年报之间所产生的环比变化 那么其中呢 更多的可能会体现为一些在估值上 在财报的表现方面 估值偏低的一些品种会形成补涨的格局 这里面更多的也偏重于一些 在前期受到环境影响 产生相对不利的情况 那么在今年产生了恢复 那么这种恢复呢 实际上对于他们的估值提升应该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知道在未来整个经济的转型 以及经济的布局 还是会关注到高成长类行业的投资机会 尤其在经历了前期的充分叙事调整之后 那么一些新的概念板块 可能在短线上也会形成相应的机会 类似像Trader GDPT 以及像我们的数字中国 应该在未来仍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同时呢 在节奏上 他们更多的偏向一些短线的活跃 也适合一些中短线上的投资 那么当然 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在财报公布阶段 更多的还是要务实一点 不要找那种纯粹的题材概念去做 而是更多的要根据主营业务的变化 以及它的影响来选择合适的标的 就要从财报上面去寻找投资的机会 好 非常谢谢张先生 我们今天一股做的分析 非常谢谢你